大家好,我是金 台北大巨蛋常被牺牲像是附近老鼠修刊 就算是大巨蛋新盖好,还是库拉皮卡仙下船 31年前中冠值半冠军赛 突如其来的大雨,扰乱了比赛 那一句,好院长,我们要巨蛋 最深的负担计划 自1991年开始,从计划特出,选址,对外招标,勤约,动工 时至2023年,正义满头包,毕业满天飞 台北101盖5年完工 台北捷银花8年通车 台北大巨蛋耗时11年生不出来 这中间围绕着复杂德政商关系,分论争议,天空在骨宫 台北大巨蛋为什么盖了11年,发王宫 本该是帮求梦想的地标建筑 却成了利益纠葛的金群藏物 大巨蛋究竟遇到了什么困难 经历了哪些争议 北市府与远穷集团之间又产生了什么样的恩怨情仇 今天从大巨蛋坎坑密密的源头开始说起 时间回到2003年 北市府大巨蛋BOD合约草案成立之前 自1991年计划推出以来 历经了黄大洲、陈水扁、马英九三位市长曾经审核 这12年间遇到了一个最大难题,新建地点 一座不畏风里的超大型体育馆 必须考量土地面积、交通便利以及周边环境 规划地点一遍再遍 从关渡运动公园冲上去旧场 南港农业区到台北体育场 一波商者最终在2002年敲定了以双香烟场来规划巨蛋营区 并开始了对外招商的准备 BOT作业 BOT是什么? 简单来说高铁就是一个例子 政府有个公共建设的想法 但资金不足 政府提供土地找民间企业投资帮忙兴建 允许企业营运一段期间后再将所有权还给政府 2003年北市府确立了大巨蛋BOT合约草案 并于2004年正式对外招标 最终由远雄集团得标 2006年10月3日 市府与远雄正式签订合约 远雄获得了大巨蛋50年特许建造经营权 2009年开始进行各种会刊、督审、环境作业 2011年取得建造动工 预计2014年完工开幕 接下来看看大巨蛋都有哪些设施吧 巨蛋整体规划历经多次设计 融为ABCD移动5个大型设施 更基于商业考量普通扩建 包含可容纳4万席座椅的国际规格室内体育馆 台北市精华区单体面积最大的百货商场 6000平14厅的复合式主体影城 5400平的巨蛋商店街 20层楼401间房的巨大饭店 楼高20层的办公大楼 巨蛋主体占地约3万5000平 加上联动的商业设施转散地高达6万1000平 远雄目标打造出国际规格的复合式娱乐休闲巨蛋远居 大巨蛋新建过程看似娱乐顺遂 10生命途多船 2014年便是一切争议爆出的开始 2014年11月29日 九合一大选落幕 柯文哲正式当选台北市新市长 很多事情都要上任以后才知道 柯市长接手了台北大巨蛋后 元雄集团即将遭遇疫苑上的降维打击 柯市长发现了巨蛋施工不当引发的多项争议 据统计大型体育并发生的重大灾害 大部分皆为踩踏事件 而且巨蛋扩限会延伸更多安全的问题 包括远区因多处过建导致建筑量力过大 空地面积大幅缩减 灾害风险俱增 第二,商场与巨蛋共共亦造成安全危机 其中二楼观众席动线由宽变载 尤其是大坛道楼梯间 从宽度6-16米的通道 变成只有3.6米的楼梯走道 非常容易造成人员滞留 而球场盖在地下三楼 位于地面高达约10公尺 预为即使要逃到户外需经过的路径过于曲折 上下几楼大,非常不利于逃生 第三,地下停车场连通所有远区设施 火灾发射时将波及全部远区大楼 第四,户外逃生空间不足 灾难发生时因地下二三楼为下城市广场 不适合避难 仅存一楼的户外空间又不足于 容纳所有地下二三楼的逃生民宗 这样一个可容纳约14万人的城管 有效户外疏伤空间却只容纳6万人 除此之外,还有逃生通道人情主射 消贩救灾无法进行 以及合流权力经的争议 最为关键的是 允熊鸡同被抓到有79处组结共没有安图施工 从此大巨蛋正式被热令全面停工 这一停便是5年 停工期间的巨蛋屋顶就不断增生 那屋顶更被网永凤如马桶盖 这期间也历经三次变更设计 七次毒根,二次反火避难审查和模拟 大巨蛋容纳人数上限 也从原先的13万7千多人 降为5万9千多人 基于公共安全考量 远向得以进行安全性复工项目 像是防洪排水、防火区化、固定结构 正式安全梯等安全工程 比如法令规定距离安全楼梯的步行距离为30公尺 巨蛋内部却设立为115.81公尺 等同游家人发生时 最远必须移动约120公尺才能到达逃生楼梯 这是需要非常严格的把关 就是哪里有违法,哪边有安全疑虑,全部都要补起来 直到2020年才正式复工 这期间更被网友系成为卡单 大巨蛋占了幸运区3万5千坪的土地 北师府向远潇集团所收取的权力精进是离谱的陵远 这一切的源头还要回到蛮好师傅时代 北师府当初融资140亿元 才从国家手中取得248亿大巨蛋园区的土地 而正式远潇集团签约到巨蛋合流前 期间列进8次运约的结果 近是把原本金利千分之一权力进定为民远 远潇集团完全不用负担开发 营运的权力金 这简直是这五本生意爽爽做梦的微笑 2014年,柯文哲上任后 便发现巨蛋权力金领远的彼岸 这表示远潇集团在大巨蛋开始营运后50年间 完全不需支付任何营运权力金 金额过季高达30.12亿 等于北师府白白损失了30亿 柯市场一直想重新跟远潇回到谈判桌 重新修改条约,但远潇不肯,一切照合约走 由于巨蛋权力金领过于复杂异常 不明检察官介入调查 于2017年起诉远雄 调查发现北师府将大巨蛋案接管权删除 从原本合约中可以保障北师府 权力的营运资产移转条文 改成特远雄集团有力的可以转让出租条款 若删除原有千分之一的权力金条款 接着更查到原先每日10万元的违约金被改为5万元 认定北师府支撑权力金条款 也未收入委员金 涂利远雄30亿元,任全名承担 历史5年结案 远雄创办了周腾雄设行会 判处7年有期徒刑 前财政部长李苏德 涉犯涂利罪,判处9年有期徒刑 如此离谱的弊案宣告终结 权力金一样进行了多年马拉式的协商与沟通 之中北师府提出了合理营收分论的计算方式 远雄也基于公益和社会责任 同意了这样的分论条件 台北大巨蛋分论将以预估营收比例计算 分为三个部分 远雄所需负担的权力金 按预估收入比例分为0.6%,1%以及1.6% 也就是说大巨蛋开始营后 只要营收1000元,北师府就可以得到6元 若一年实际营收50亿,分论0.6%,北师府分论3000万 若一年实际营收60亿,分论0.6% 北师府分论3600万 凌云全力金的不平等条约正式终结 台北大巨蛋建立了政商关系 安检危机,社会舆论,分论争议,停工在公共 实施2022年12月,大巨蛋工程精涂营完成97% 预估今年12月农历年前完工 完工后若出抗议程序没问题 有望在今年年中正式营运 那颗草31年,盖了11年的蛋就快完工了 球运终于有望见到第一场大巨蛋半球赛 期待今年2023年台北大巨蛋的诞生吧 我是金,我们下次见,拜拜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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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